大家好,我是楊晴 我現在人在台灣 今天是我 回法國的倒數 第三天的晚上 我剛小早 所以我現在是在兩天的時間 那因為有朋友在 IG上面就問說 我這次有拍 打包行李的影片嗎 剛好我現在在打包行李 我就想說那我順便來拍一下好了 記錄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我每次都帶什麼 零零雜雜的東西回氣 對,然後 我也是帶很多食材啦 這一次的話我是搭華航 從台北非阿姆斯特丹 再轉機到巴黎 行李公斤數是30公斤 我這次回法國 不是,我這次回台灣 沒有帶很多東西回來 因為我知道我會帶很多東西回去 也是買了不少衣服 或是在把家裡剩下的東西 我媽叫我趕快把它帶回去法國 不要留在家裡面佔位置 好的,這就是我的行李箱 我的行李箱 它其實 它是軟的 所以它的彈性很好 可以裝到很滿 30公斤是沒有辦法把 裝滿我這個行李箱的 所以我每次都很擔心說 如果把它裝滿會很可怕 然後我主要帶你看這邊 就有我媽給我的面膜們 然後大部分的衣服 其實都是我之前留在家裡 然後我媽說 我媽的房子比較小 所以她希望我把我其他東西 就帶我去法國 不然就是把它們丟掉 才不會佔了很多位置 所以這裡面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從法國 法國帶回來的東西很少 可是大部分都是從家裡面再帶回去的 然後主要這邊 我帶了一個沙鍋 我把我家裡剩下的襪子 全部都帶回去 放在沙鍋裡面壓縮 然後蓋子在另外一邊 帶了一個沙鍋回家 我媽說我瘋了 然後這裡的話是我去 九成九買的一些 小筆記本 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送禮給法國人 或是歐洲人的話 可以送文具 像是這種 Hello Kitty 這種筆記本 其實很好送人 因為法國或是歐洲 他們設計都還蠻無聊的 就這些可以拿來當聖誕禮物 生日禮物啊 或是 半熟禮 其實他們都會蠻開心的 而且很便宜 才六十九塊 那我就覺得很可愛 Kiki Lala 然後 美樂蒂 Hello Kitty 然後還有送那個 桌莉們 桌莉也很可愛 這些也是要送給 阿仔他妹妹們 還有我自己明年要用的 就是2020年的 真的覺得這些東西 不要看他其實沒什麼 可是真的 我記得我上次 阿仔他們家人來的時候 他們 我帶阿仔他妹 一個人去 九成九 他一個人在那邊 買了一千多塊的文具 光我 這種小冊子喔 他都買了 他買了一千多塊 送給他朋友們 所以 我這次回來 有買了這些東西 想說 當聖誕禮物啊 或什麼的 都還蠻可愛的 就買了 然後這是我的隨身行李 主要這兩個 最重 這兩個是小朋友的書 跟那個 讀字 筆 讀音筆 反正是筆 然後可以點字筆 這叫這個嗎 這就是我買了 二十冊 想說小朋友 我們那邊小朋友 可以學個中文 然後這是我隨身行李 這個是 這個是粉圓 這就是我 如果到時候 裝不進去的話 我就可以拿來裝 裝其他 這一箱如果爆掉了 就是裝這一個 就是三十公斤扣打 然後不免俗的 還是帶了茶 這就是我 以前打工的那個茶店 有住台中的人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是帶了紅茶 跟 呃 烏龍茶回去 這個很好喝 我很喜歡 然後 這個好像 有買的好像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我 現在先把 我超市買的東西先挪過來 這邊 我這一袋都是在超市買的 然後 這邊的話還有 我買了一塊爆米花 我很喜歡吃那個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 因為在歐洲你只看得到焦糖口味 我很喜歡巧克力口味 這巧克力很好吃很濃 有興趣的人可以 去買買看 然後我是在 這一間咖啡廳 MT49咖啡 他是在台中 在中青路 那邊附近 靠北屯 然後 喜歡的人 可以去看他這間蠻可愛的咖啡店 然後 這邊是 老媽拌麵 這是我吃剩下來的 因為我買的是辣的口味 所以我媽也不會吃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把它帶回去 然後這個是 泡茶的沖茶器 呃 現在有點難打開 如果喜歡喝茶的人才有需要 我是一樣在 在我以前工作的茶店買的 是隨身的沖茶器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 這邊這一堆就是我買的化妝品們 如果你有看我的IG的話 我買了很多 這是棉條 我買了很多的化妝品 就是 愛妹妹 然後 Himi 跟 1028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在台灣買很便宜 找個貨 然後順便買禮物回去送人 體面 又便宜 然後 又 那個品質又蠻好的 這是化妝品們 然後 再來 應該是重頭戲應該是這一袋吧 其他東西其實還好 我摸一下 好 這一袋我們就來看裡面有什麼吧 這就是我剛從旅行箱裡面拿的粉圓 等下又要再把它塞回去 然後 這個是我 上一次沒有帶回去的茶 呃 是我一間很喜歡手搖店 叫做Master of Tea 我很喜歡他們的那個 奶油拿鐵 然後它是奶油拿鐵的紅茶葉 所以我就把它帶回去 泡起來會有奶油的味道 很好喝 然後 然後 鮮雞精 就是 就類似胃酥的東西 我覺得這種東西拿來煮菜很好吃 雞粉 雞粉 喜歡 我通常都會買這個 不然就是胃霸 不然就是康寶鮮味炒熟 我都會帶回去 因為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再來 負免俗的康寶玉米濃湯 一包 酸爛糖 一包 不止喔 不止喔 看一下它們在哪裡 呃 我這個我是 然後玉米濃湯又一包 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我這個還有 呃 然後 這個的話是海底撈的鍋底 我買了兩個 這個我是在全聯買的 一個是清湯湯底 一個是清油湯底 想說我們每年過年 在法國的時候都會煮火鍋 就想說大家可以 來煮個鴛鴦鍋 而且我又帶燉鍋回來了 這個是在全聯買的 然後還有買咖哩 我每次回來都會買咖哩 法國人對咖哩的接受度很高 我目前好像沒有遇過 不喜歡吃日本咖哩的人 所以我都每次回來 我都會帶類似的東西 這個是一定會帶的啊 然後我們家裡都 我都會囤貨 家裡面還有 所以我就這次我就買了不同口味 可是其實 我買完後 我才覺得這個口味就是 它是奶油燉菜 我就覺得 其實 諾曼地產奶 我沒有必要買一個奶油的 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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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的的的 去煮 因為我就是用新鮮的就好了 然後阿仔跟我講一模一樣的話 就算了 然後這個是那個 這個 這個中文是什麼 雪花餅 因為我們之前有吃過 然後 我還蠻喜歡的 就想說可以帶回去 阿仔可以帶回去 帶去公司給他們同事 因為他們同事 偶爾都會給我們東西 所以就帶回去請 請人吃飯 請人 請餐辦公室的人 那這裡有一包酸辣湯 然後 我每次 都會帶一些奶茶回去 因為我覺得 奶茶 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很喜歡喝奶茶 然後 到那邊的話就是 就只能買 那個 英國 英國茶 英國早餐茶 加自己加奶 所以我這次 我每次也都會帶一些 奶茶回去 其實大家住在那邊的朋友 我們都很開心 台灣人都很開心 我們都會 泡著一起喝 然後 裡面有些小東西 這個是那個 可以放 蓋在晚上微波的 或是 你就減少那個 保鮮膜的使用 我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家裡也有 就是 保鮮膜真的可以用的比較少 畢竟 保鮮膜不是太環保 阿 然後這個是我 留在台灣的那個 細頭的 我都會拿來用 然後 還有 這個 紅糟醬 這是紅麴醬 因為我很喜歡吃紅麴肉 所以 想說好久沒有吃的話 我自己 是不是可以做做看 就買了紅麴 這是我這一次還沒有回來 之前就訂一下的東西 然後去佳樂府 我還看到打拋 打拋的香料 不知道好不好用 到時候回法國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是去妖怪村買的鑰匙圈 我是喜歡那種奇怪鑰匙圈 然後還有 買了這個 也是去妖怪村買的 這個 我想說我可以掛在我的 我的車上 然後又是我臉男 很可愛 覺得可愛 放在車上 然後還有一些小東西 露錘 因為我在法國找的 露錘很難找 我都是用酒瓶 然後不然就是找到都很大隻 然後我覺得這個大小 非常的剛好 然後又很輕 這個是在妮兔裡買的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妮兔裡逛逛 對不到家就算了 然後 看到去妮兔裡的時候 還逛到這種東西 就是筷架 放筷子的 也是去妮兔裡買的 喜歡的人可以去那邊 那邊很可怕 一進去就有點出不太來 然後還有沙茶醬 沙茶醬 吃火鍋可以必備 看到還有什麼 好像剩下兩樣 恩 筷子 買了這個可以放進那個 洗食機就是 實洗機就是那個洗碗機 放洗碗機 的筷子 不然我在法國筷子都長得很醜 然後又會發霉 放洗碗機會發霉 欸對喔 如果你是放洗碗機的人啊 你要買這種洗 就是洗碗機可以放的 不然它洗久了啊 可能它有烘 所以你的筷子會很容易發霉 跟裂開 然後我媽還有買一個那個料理用的 在這個最裡面 很長超級長的 然後 再來是帶了一個 不知道 你們應該會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要帶回去的東西 這是我追蹤一個IG的女生 她就 她 她有團購的洗髮精 然後我覺得 還蠻好用的 她叫小貓 她是一個攝影師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 去看追蹤她 然後 我覺得她這個洗髮精 她是買 痾 她一罐其實要五百塊 然後 她那時候就團購 所以 買三瓶送一瓶 所以有四瓶 我就跟她訂了 其實還蠻有洗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在台灣 好像如果你頭皮 很容易出油的人的話 這個 洗下去 像我在台灣的話 我就可能還會再 戴安全帽下去 就很快 頭就會油掉 可是我覺得這個回法國 應該會蠻好用的 因為我回法國的時候 我的頭皮都會 有一陣子的適應不良 尤其是季節轉換的時候 就可能會紅紅的 跟會很 掉很多頭皮靴 然後我就想帶回去 我帶了三瓶回去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好像 就對 就這樣 其實這些裝一裝 這個最重啦 這個 所以這個要水深 然後 其他東西好像就 還好 我等一下這些東西 裝進去之後 到底 重量會多重 應該是差不多在零件子 然後桌上還有一些 我的化妝品 啊 化妝品這裡還用 我買了 安妹妹的 這個叫什麼 唇釉 我覺得很好用 霧面的 可是它不會很乾 差一點包色 覺得很好用啦 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有想要買來送人的話 嘿嘿 好啦 這一次大概 就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但也是帶了蠻多的東西回去 然後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都在想說 今年過年 該組什麼 就是跟我在那邊的台灣朋友 組婦們 組婦聯盟 想說要組什麼 所以就帶了一些東西回去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哪些東西你有帶回來 或是 你覺得我下一次要帶 什麼 東西 你可以推薦我 我就會去找 嗯 那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為止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就麻煩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 我希望 很快 下次影片可以再見 希望如此 那就 掰掰啦 如果想追蹤我的話 就是追蹤我的IG吧 我們下次見 掰